他现在要去吧 他知道他有 身体弹劲 看这个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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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很好的臂 然后他召唤头 他召唤头 我的天 他召唤头 他召唤头 横扫中国无敌手的波球 这次提到铁板了 遭中国军人拳王打破额头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拳击达人 说起波球想必全民们并不陌生吧 他属于世界搏击界天王级的人物 三届KE冠军太支战冠军 获得了无数的荣耀和头衔 他的全民也遍布在世界各地 是当今太全界最有影响力的拳手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全机界的帕奎奥 直到今天为止 除了中国的乙龙 还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选手击败过他 但是有这么一位选手 让他在中国遭遇了最艰难的一战 他就是我们的解放军拳王周志鹏 周志鹏是八一拳击队出来的 拥有解放军战士特有的拼搏和铁血精神 是史上第一位闯入这项赛事八强的中国选手 面对太全界的传奇人物 周志鹏没有露出一点胆怯的情绪 反而是战役高涨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比赛吧 比赛开始后 周志鹏就表现出了勇往直前的气势 以太深压顶之势向波球发起了猛攻 他的组合拳发也是非常的厉害 波球在面对周志鹏的犀利进攻 一时之间突然有些乱了节奏 可以看出周志鹏在气势上明显占据了优势 随后波球很快的也稳住了自己的脚步 以更加凶猛的扫踢进行反击 两位选手在对拼中互有打中 这才是男人之间的对决 以赛才不管onda 你能有什么样吗 你我该不会虐能 我认为她 float 如果很 zij组合 你把乌撇伐了 你開alla 她绝对类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周志鹏在率先打出的进攻中 也渐渐地暴露出了自己的防守漏洞 自己在出拳后的防御比较薄弱 频繁地被波球抓住这个机会反击 擂台上的态势一度有些危险 在擂台边缘上的一次防御中 遭到了波球连续地上勾拳击中 周志鹏一时间就有些被动了 但尽管这样他并没有露出切战的状态 让他会转入了 阿柳,好棒球 很高等到Dauq ambitious shot and nice body kick. 奪過後就好回答了,很好的答案 看這個,就是非常好 看來好凍 could沉死,你會見打的一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回合开始 周志鹏还是和前两回合一样 积极地发起主动进攻 和波球打的也是不分上下 但是他在拳法上屈少变化 只打头部的上三路为主 这就可能和他是拳击手出身 就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波球在他这 也没能占到太多的便宜 有点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 especul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在腿上,他就衝了 专门! 左手,右手! 右手,右手,右手 右手,右手,右手,右手 他就能负成了 你这个人是一个一艘的教练 我已经在这里看着你 看着他在家的家里 看着他在家里的招练 看着他在这种状态 是卵的 哇 是一朵 最终两人经过三回合的大战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两人打成了平局 比赛进入加时赛 由于在第三回合中 周志鹏不小心踢中了波球的裆部 再加上他的腿上有些拉伤 所以在加时赛前 波球的团队叫了五分钟的医疗暂停 但是这对周志鹏来说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战术 经过五分钟的休息 拳手在前面大幅度消耗的体能 就基本就恢复了 随后在加时赛中 两位选手互有进攻 波球也展示出了疯狂的进攻气势 双方在对拼中相互撞头之后 波球的额头被撞出了血 在经过医生治疗一分钟后 双方又是一顿激战 为观众展现了一场精彩的大战 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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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he kicks that are landing from Borkow Disgusting amount of body kicks these guys are taking here these chinese lads and they're just coming forwards Final 10 seconds Who's won this one Borkow is landing the heavier kicks I hope they don't snatch it away from him 最终比赛结束了 经过裁判的判定 周志鹏惜败拨球 大家觉得周志鹏这场比赛打得精彩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就点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